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是因为德拉基发表有关通胀态势的讲话 隔夜凌晨 耶伦又发表鸽派的言论 本就疲软的美元指数进一步扩大跌幅 推升欧元对美元走高 德国作为欧元区第一大经济体 近期数据录得向好 且欧元区整体的各项经济数据表现也尽如意 在上周五6月23日 欧元区6月制造业PMI出值录得57.3 预计值为56.8 潜值为57 分析表明此次数据好于预期值以及潜值 表明欧元区制造业扩张速度增快 体现出欧元区经济复苏前景良好 ACYCY认为 昨日欧洲时段16点 欧央行行长德拉基进一步向市场阐明了态度 强调致使消费价格增长低迷的因素是暂时性的 预计欧元区经济增长高于趋势水平且分布均衡 但通胀态势仍比预期要温和 且首次松口 暗示欧元行将在2018年减弱货币政策的宽松度 他表示 目前所有的迹象都显示欧元区经济在强劲普遍复苏 通缩力量已经被再通胀力量所取代 除非经济遭遇意外的冲击 否则欧元行可能在9月7日举行的政策会议上 正式宣布开始逐步缩减自己规模 德拉基的强势言论助推欧元总高升至1.1235的高位 此外 隔夜凌晨 美联储主席耶伦发表讲话称 有理由相信利率将在一段时间内温持低位 我们相信逐步加薪是合适的 我们想要非常渐进的和可预见性的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 耶伦此番鸽派的言论 利率原指数急速下挫 跌幅扩大至13日的低位 96.03进一步推高欧美升值高位1.1354 好我们再来看看技术面 从日线图上来看欧元对美元日内强势深入 布林黛看涨区间 贵价趋势再度转多 上方可关注1.1380的阻力位 并且需要关注后市回调的风险 下方支撑位关注1.13关口 1.12关口 以及隔夜的低点1.1182附近 我们再来看看后市中有哪些重要的经济数据 值得我们所关注 本周36月28日14点 德国公布5月出口物价指数月率 同时段出入英国6月房价指数月率 进入纽约时段 22点美国公布5月成屋签约销售指数月率 22点30分 美国例行公布当中EIA原油库存 关注原油的投资者 不要错过这一重要信息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今日市场分析 如果有疑问请就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谢谢